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米娜 今天呢我们继续在安德里尔洛杉矶的San Bernardino County 就是圣巴拉迪诺县的安大略城市来看一个新盘 这个新盘呢建商为Lensie 那么Lensie她做的这个小区呢叫Shade Tree小区 树营小区啊 那这个小区里面呢有几种种类的户型 我们今天要参观的呢是Villerton 那这个盘呢这个周末非常非常的火热 卖掉了很多而且也在朋友圈啊 还有各大地方都宣传的非常的好 也有小伙伴问我们为什么这个盘卖的这么好呢 因为这一边的户型做的还不错 而且呢尺寸又非常大 性价比很高 并且她的location是非常好的 虽说学区一般是656的学区 但是她的location交通真的是很方便 她呢离安大略国际机场非常的近 还有奇诺小机场也非常的近 那么她呢周边很多的商业设施超市 离Casko也特别的近 然后并且还有很多美国人超市啊等等 那她的南边呢是接东谷的 北边呢是接牧场市的 所以可以去牧场市的九九大华买华人的设施 那安大略本身呢这个城市有一个新开发的地方 那么这个新开发的地方呢是有成建税的 那安大略呢本身也是有牛厂的 那之前小伙伴呢也有说过 这边呢确实是有味道的这个问题啊 但是牛厂呢也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慢慢的牵走 所以很多建商呢包括莱纳 Potty Home或者是She Home呢在这边都有开设新盘 那么Shade Tree这个盘呢 他们Lancy做的广告宣传也非常的好 以至于非常的火热 那再说一下我们今天参观的这个户型啊 Villeton这一种类呢它是一到双层的房子 2200到3300尺之间 3到5房 2.5到405个洗手间 那这边呢都是属于 Single Family Residence 独栋别墅的户型 并且这边的物业费呢没有很高 而且这边呢还有设置非常火热的岳母房 那么小伙伴呢也可以把岳母房进行出租 去分担一些房子的费用 小区内的大部分房子呢都是南北朝向的 那么现在因为是在早期需要排队 那如果尽早的排队呢就可以提前优先选好位置的房源出来 再说一下看地图选位置啊 很多小伙伴呢都知道选位置呢可能要选边角或者是邻居少的 要么左右没有邻居 要么后边没有邻居 这样后院的隐私性呢会更加好 那还有呢一点就是边角的占地一般都会比较大 可惜边角有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其他问题 比如说有没有路冲的问题呀 或者是说有没有地特别特别的不方正 不好布置的问题呀等等 当然了这些都是风水上的问题因人而异了 那小区的recreation center呢 它包含一个会所 然后可以去举办一些party呀 或者是举办一些聚会呀等等 当然跟小区提前联系去预定即可 那么小区呢还包含泳池和桑拿 还有小孩子去玩的区域 公园还有烧烤炉等等这些必备的设施 那么附近呢也有狗狗公园 可以牵着狗狗去散步等等 那小区这些设施呢 它的物业费目前是 目前是178块钱每个月 那整个小区建完之后呢 会降至131块钱 这边的地税呢 如果所说是包含成建税的比较高 是1.8到2.0左右 好了那么今天呢就说这些吧 如果你喜欢这个户型 或者是对于这个盘感兴趣的话 记得随时联系我来咨询哦 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并且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请赶快订阅一下 我是Mina 一名生活在美国加州的地产经济 和注册会计师 感谢你收看我的视频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